98年莫拉克风灾摧毁高雄市茂林区多纳温泉 茂林区观光业一落千丈 近几年在当地族人的争取下 高雄市圆明会承办的情人谷温泉区计划 已进入第二期工程 期待能带动茂林的观光产业 温泉是一个产业主要的诱因 把它整理好 才能够带动我们的民宿 餐厅 歌舞 解说 还有包括景点的导览 这些所有的产业 才能够以火车头的方式来带动 第一部分水土保值跟部分景观工程 我们大部分都完工了 第二期的工程就是建筑相关的工程 目前已经完成了规划设计及建造 高雄市圆明会预计 情人谷温泉区在明年7月完工 完工之后希望由区公所和区民共管 至于万山和多纳里的温泉 区公所希望初期以公共造场方式来营运 还是要透过公共造场经营的模式来经营 让公所来带动这些温泉 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就是管理的方式 要有一个正常的经营管理的模式来经营 当然原住民基本法是我们一个最基本要去遵守的 所以部落共管这个我们是朝这个方向 所以市政府在相关的经费及工程完工以后 我们比较期待是由在地的区公所 与在地的部落来共同经营 茂林区族人都期待温泉可以提振经济 但也同时担心过多的开发和对生态的影响 如何做出最好的选择 考验当地族人和地方政府的智慧 记者巴浪高雄茂林前往报道